最近一段时间,尽管各路媒体对于国安的引元消息爆料的是天花乱坠,但是在最终的结果出来之前,国安俱乐部依然对这个问题保持着沉默。 而对于球队来说,本周末,新一轮的中超连赞又将开展,不管新元来不来,什么时候来,备战工作依然是按部就班的进行着。 今天下午,国安队的训练继续在工体外场进行。尽管天气炎热,但是斯塔诺还是安排了一堂大运动量的训练课,而整堂课的核心项目就是射门。 通过近期的比赛,可能每个球迷都已经看出来了,国安队最欠缺的就是一个能够把握住机会的射手。 而俱乐部显然不会对这样的情况视而不见。 今天下午的整堂训练课,总经理高潮的电话就没断过,而高总忙活的就是引进内外援的那些事。 目前,与国安队传出绯闻最多的就是阿尔滨队的乌塔卡,尽管这个消息还没有得到国安俱乐部的最终确认,不过猛张飞近两个赛季的表现至少已经赢得了国安队员的认可。 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球员,上赛季已经证明了嘛,他已经进了18个球吧,还是知道进了多少个球。 反正我觉得门前上他确实是,如果他真的能来,我觉得肯定会帮助我们球队。 当然,传言只是传言,今天立马和格隆依然出现在了训练场上。 而根据中国足协的最新规定,一支球队同时只能注册5名外籍球员。 也就是说,不管新外援是不是无打卡,俱乐部都要率先解决多出来的外援合同问题,才能够再去谈引渊。 而新一轮的中超联赛本周末就将开展,国安队将连续迎来两只升班马的挑战。 不管新元能不能到位,这两场比赛都是国安队不容有失的。 肯定是非常难打,因为升班马,他们第一年来讲,气势都很胜。 东亚不用说了,之前这几场比赛打得非常好,而且本身我们今天看录像还分析,他们的这种传接配合,他们追求这种配合的打法,也是我们比较头疼的。 这个接下来的武汉队更是这样,他们虽然现在最后倒数第一名吧,但是对于这种保际球队我们不能有任何的审视。